我們今天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記者會的名稱叫做福建省新聞置入 陸委會放任行銷 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到台灣來引起非常大的爭議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跟姚恩智委員我們都在內政委員會 對這個部分也對陸委會有多所質疑 那今天我們根據媒體的報導 有一個現象發生出來 在這次蘇樹林來了除了違法招商以外 還有一件事情 看起來他們有一個所謂的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畫 有一個福建省長訪台的宣傳計畫 跟國內某個特定的媒體 有一個好幾天的 他總共來五天 從3月24號到3月28號 然後這個宣傳計畫裡面配合 這個福建省長來 然後在這個特定媒體上 有非常多的新聞的專題的配合 採訪的配合或是什麼樣內容的配合 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這樣的部分有沒有屬於置入性行銷 那如果屬於置入性行銷的話 我們要問的是陸委會你要怎麼處理 我先跟各位媒體報告 在2020年的時候 監察院曾經做一個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說明什麼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說 我們的中央部會 有嚴重的置入性行銷的部分 那其中有關大陸 中國大陸的部分 他還特別把它指出來 我把其中的一段念給大家聽 他說中國大陸各機關 在台灣刊播廣告之管理制度 形同虛設 各平面媒體規避相關法令 涉及以新聞方式置入性行銷 他明白地指出來陸委會 在這個部分是有缺失的 所以在2010年的11月11號 監察院非常清楚地做了一個糾正文 除了糾正 這個糾正文裡面寫的是這樣 中國大陸各機關在台灣刊播廣告之管理制度 形同虛設 意思就是說 他嚴格批評陸委會代呼職守 沒有去處理有關大陸的官方在這裡的媒體做 制度性行銷的這個行為 那也因為監察院的這樣的一個處理 這樣的一個糾正 那陸委會在去年 他們修正了一個大陸地區勞務服務 在台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的修正 其中特別明白指出 第六條裡面 列出來所有不得在台灣做自助性行銷的相關項目 還有第七條 那這個部分 我個人在3月7號對陸委會主委 賴信元的質詢當中 我有提到這一點 我說最近我們看到很多中國的官員來台 都有大批的媒體報導 顯然有自入性行銷的一個行為 那我問賴信元說 你們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特別是監察院糾正以後 陸委會又自己改了這個許可辦法以後 有沒有對大陸機關在台自入性行銷 有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當時賴信元給我的回答是 這個廣告辦法修正以後 沒有任何一件的財閥事項 沒有任何一件的財閥事項 換句話說 監察院在2010年 提出糾正文要求陸委會 要來改變這個待呼之首的現象 陸委會拖到去年 才修改這個許可辦法 但是許可辦法改了老半天 他還是針對中國的自入性行銷 沒有任何的處理 那我們要問的就是 陸委會 你真的是 門打開 顧我家嗎 蘇素林來 陸委會三令五聲說 不得招傷 結果他照樣招傷 陸委會只好說 我們也管不著 陸委會這個部分 你完全沒有把關 中國官員也毫不把你放在眼裡 那你這樣要跟國人怎麼交代 他高興來招傷就招傷 他高興自入性行銷就自入性行銷 這樣子的陸委會到底有沒有發揮他應該為國人把關的一個功能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提出來的一個重點 就是 3月24號3月25號3月26號3月27號3月28號各幾天 那我們只要來對照 對照相關的報紙 比如說 比如說 他如果是 大一則 大一則是多少 小一則 上中下午 那麼大一則700字 小一則500字 那麼專訪多少 還有照片多少 其實 對照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們現在臨時找了三天的報紙 有些我們感覺到 很奇怪不是特別新的 那麼不是特別 有關於蘇素林訪台 這個相關的新聞 其實他也都出現 包括 這個 25號的報紙裡面 這個就是大一則 力推28人次 這個訪台 那麼 在這樣的宣傳 置入底下 那麼來 夾帶 來夾帶 這個 利用平潭試驗區 來推動一國兩制 這就是 整體的這個宣傳 的計畫 完完全全 沒有做任何的管理 那 陸委會在定定相關的台灣人士 不可以在中國 任官 任職 有169名 陸委會從來沒有開過任何一個處分 那麼這個陸委會要幹什麼 這個陸委會告訴大家說 門 開開他要找房子 還是要找你家 其實我看他門開開 門是開開開開 門是開開開開 所有的事情 完完全全 殺手不管 那麼陸委會主委 如果 你完完全全 剛剛我說的 完完全全都做不到 是該考慮 要離開這個職務的時候 過去即使台灣在做 在細心的媒體試讀裡面 還能夠判別 但是 各位看到剛剛舉例的這些 這計畫裡面的所有的大小則報導 這個是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是隱匿 完完全全隱匿 那麼跟隱匿情流感 跟隱匿 剛剛的官員來台 所有統統一樣 統統一樣 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這樣的一個制度方式 都是隱匿 那這樣的一個危害 我想 不是只有 這個台灣跟中國的關係而已 也危害到台灣媒體 在新聞自由底下 未來繼續發展 能夠健全 能夠良性的發展 這是一個非常可惡嚴重的事情